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4年 4月 7日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也來到 農曆年的2月28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來到星期日 仍然是最多人全港關注的 是香港的倒閉情況 所以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目前 最熱門的全港店鋪倒閉結業消息關注組 我真是唯一的不滿是覺得名字太長了 要引述這個群組的時候 也變得有點困難 其實應該就這樣叫做 倒閉關注 這一節跟大家說 我們發現這個群組裏面是有大量 支持香港政府的藍絲 當中也包括 有一個page 是叫做支持李家超的 話說近日這個叫做支持李家超 的page 是走進去這個群組裏面 是留言的 他的留言 一石擊起千蟲浪 一個簡單的留言 引來 是3000多人回覆他的 真的可以說 創了 是近年 香港的群組 還有 香港 近日的發帖 這些都算是最熱門的 到底說甚麼呢 叫得支持李家超 我們也有理由懷疑 有可能是李家超的分身來的 本身是Facebook Facebook 暫時我丟下了很久了 以前我也經常有用Facebook 後來由於 是要掛著做節目 而且我每天 做節目等於 跟大家 在公眾場合見面 所以我Facebook 現在 就是放下 改為在YouTube 跟大家節目見面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揭露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 六部空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 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 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亦都請各位 記得 安裝VPN 尤其是如果你在香港 又走上去這些那麼敏感的群組 記得小心 話說在這個結業結合群組裏面 有一個page 是叫做支持李家超的 而你真的按進去 你會發現他真的整個page 一直都是藍絲 一直都是支持李家超的 這個不是假page 這個page在群組裏面說 我不明白為甚麼那麼多人 想看到香港 差下去 你們這樣做 只會自作自受 簡單兩句說話 簡單兩句說話 引來最少 是三千多人回覆的 你也算厲害了 只看到你的page的名字 就已經知道 肯定會引來是罵賤的 網民如何回覆他呢 網民就說 你想發達就發達的啦 那你打算那個東西差就會變差了嗎 現實不是你的主觀願望來的 是基於客觀因素 這個回覆真是相當之好 這個也是 最標準的答案來的 蛤 我當 整個執子群組 有很多人想香港變差 想 就變差了 你想變好 你經常說 支持政府的人多一點嘛 想變好的人多一點啦 想的人多了 那你有沒有變好啊 真的很好笑 還有我們懷疑這個 根本是煽動來的 因為 根據香港政府的高官所說 香港現在 很好 前途 是一片大好啊 你幹嘛出來抹黑 和唱衰香港啊 你有甚麼居心 為甚麼要霸佔這個page 支持李家超呢 也有人回方說 蛤 因為你支持那位 其實沒有甚麼人支持啊 引了三千多人進來回覆 當然 裡面絕大多數 當然是不滿這個支持李家超的page 的言論 也有人說 我很想中落合彩 其實想中落合彩 香港應該 如果有700萬人在香港 足足700萬人都想中的 原來想 就有了 你說多好笑 我又不怕告訴你 如果多人想香港差 香港就變差 我告訴你 再多多幾百萬人想香港變差 真的好笑 這群垃圾 香港的藍絲有時候 智力有些問題 他經常說人家搞破壞 怎麼搞破壞呢 原來就是關注 香港 結業倒閉 然後就是 哈哈 原來那麼哈哈 他也會覺得痛 真的慘了 香港變差 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你這個垃圾page 支持的李家超 把香港越搞越差 李家超 是2019年有份鎮壓香港 的保安局局長來的 然後再做政務司 然後 就是出賣林鄭月娥 在林鄭月娥的背後開槍 然後再搶林鄭月娥的位置 再在香港 出來做公關災難王 李家超說要搞夜奔分 然後所有香港市民 就是採你都傻 夜晚全部回家 李家超說要搞日夜奔分 就所有人日日回家 你說到底是誰搞死香港呀 當然是李家超啦 是不是 原來我們 做市民有責任要配合高官的嗎 真的好笑呀 當然也有人 張貼愛國者治港 公聯會的海報 說愛國者治港讓我們走得更遠 這張圖 也有國安法 讓我們走得更遠 有那麼遠走那麼遠 也有不少 愛國愛港的網民 忍不住回風 說你不要再唱衰香港了 李家超說 香港的優勢是無敵的 而且現在的形勢大好 你呢 就在這裡扮演支持李家超 就是出來搞分化的 實際上 背後別有用心 居心叵測 是唱衰香港的 也有大量的 愛國愛港市民說 不是呀 香港現在那麼好 什麼叫想去差 香港有國安法和23條 我現在 完全體會到 香港有志及興 現在香港的留言特色 是充滿著中國大陸風情的 中國大陸那種 豁護 支持 和愛國的聲音 是很強的 尤其是 罵 中共的官員 還有是批鬥 中共的戰狼的時候 他們 會用這種 帶有一點點酸味 的方式 是追擊的 現在我們看到香港跟中國大陸的情況也很相似 是不是 你有國安法啊 有23條 我說什麼都不行的啦 所以呢 個個都是跟你說 有志及興 個個都是跟你說 行穩自圓 我們又再認真討論了 是不是很多人想香港死呢 當然其實 不是啦 想香港死 其實這句說話是錯的 很多人不是想香港死 很多人 是想 香港如果被一班人渣控制了 這個香港 是無論如何都應該要先 死一次 這一句就是真真正正最正確的答案來的 沒有人想香港死 香港如果被你搬 這樣的垃圾控制了 香港是想不死也要先死 夠不夠清楚 很清楚 我們沒有人想香港死的 香港 當 共產黨倒閉了 港共政府的人被人拘捕了 香港有那麼好得那麼好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很想這個地方 經濟偉大騰飛的 騰飛就可以了 不用加偉大兩個字 說得太多了 說得我也習慣了 所以你不要搞錯啊 我從來都想香港好的 香港應該要有民選的議會 香港應該要有民主 香港每樣東西都好 從來沒有想過香港壞的 不過你管的時候 最好有那麼壞 根本就是天理來的 你做那麼多壞事 又想香港好好 是不可能的 違反天理 沒有人想香港壞啊 你搞錯啦 想你壞而已 還有 誰支持政府就誰壞了 很簡單而已 沒有人想香港壞 你以為你們這些混蛋代表香港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先給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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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